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次第一场球对阿富顿的时候主场输球 结果对于莫里里奥来讲 舆论上显得特别大的压力 幸亏在周中欧联杯的时候 他们打客场还赢球了 好多人就在担心会不会影响这个状态 没想到第二轮的比赛又是大胜而归 这样子就变成了队伍的士气 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在这场球里面凯恩很出色 进了一个球 另外四个球的助攻也是做得特别的好 孙兴明进了四个球 引起了祖坛的轰动 所以说延续这个势头的话 第三轮他们对着刘卡斯 连队这场球里面 我觉得热刺是值得看高的一支队伍 第二个要看好的 我要说的是水晶公对艾弗顿 大元这场球里面两个队在前两轮的这个比赛里面表现都不错 那这两队如何分出这种胜负呢 我从推介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变一下 因为下一个赛地里面英超现场是没有观众的 那如果说要吸引观众 那只能吸引对此前面的观众了 这个赛季开始之后 我们发现一个情况 每一轮的进球都特别多 而遇到水晶公跟艾弗顿 前两轮的比赛表现都不错的情况以下 而且他们的进攻能力都挺好 前两轮都赢了 那防守的压力可能也就没那么大 也就不会因为分数前两轮我输了 我要保守一点 要是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两个队大开大合方开的进攻的话 那我估计水晶公艾弗顿 可能会出现一些进球比较多的画面 可能会显得特别的精彩 就是我的预估 在第三轮的比赛里面呢 焦点可能就是利物浦队的阿森纳 那从目前的实力状态来讲呢 好多人看到利物浦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如果说阿特塔 带你阿森纳进展球里面 在防守当中给予利物浦在进攻当中的压力 或者阻挠的话呢 那利物浦是不是在主场的那个进攻就很轻松呢 我觉得对利物浦的这个估计不能太高 但从胜负的感觉来讲呢 看好利物浦我觉得是正常的 最后一个要推荐的队伍 富洛姆 富洛姆虽然第一场球他输给了阿森纳 但在第二场球里面 他输给李志连呢 其实在精表现方面来讲 他的表现是不错的 出于压力 连续输了两场球 对一个上班马来讲呢 他需要一个转折点 所以说这场球里面 他们面对维拉 我感觉到富洛姆要打好的话呢 这场球有可能会取得第一场的胜利